关之光王建民回台湾之后呢 今天头一回的以爸爸的身份来出席了一场公开活动 现场还秀了一段包尿布的功夫啊 不过呢对于新年度的球技会不会跟杨基再续约 王建民讲话蛮保留的 他说一切交给经纪公司跟杨基对来协调 今年的整个续约动作好像并没有像之前一样这么大手笔的话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对自己跟杨基的这一方面的续约方面 会不会觉得比较会期待方面会比较不一样 其实每次每年的东西都是一样 就是每年都是回来在这边等合约 所以你习惯 等待的过程心里是什么 也没有什么智慧 就是训练自己把自己在训练更好 其实球场续约的时候 你也不晓得他又不要续约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预测 但是我就记得了 所以你给我下来 ist